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戏以来等待时间最长的一部戏 我等这部戏已经等了有一年 所以今天我看到他开机 我真的非常的兴奋 而此次作为拍摄地的象山 对于任佳伦也是意义非凡 在六年前拍摄《龙珠传奇》时 任佳伦作为配角首次进入象山影视城 如今再次回到象山的他 已经有不少拿得出手的作品 而值得一提的是 别人都是代字禁组 而此次我们的国朝歌却是代人禁组 只因此次的官宣名单中 有不少配角与他都是老熟人 例如在《周生如故》中 饰演白鹿小时候的小演员 以及姊妹片《一生一世》中 周生辰的亲弟弟 都在此剧中有所出演 包括此前与任佳伦有过命交情的宣言 独追随助任佳伦进入剧组 而此次国朝与老搭档合作 一定也是信守年来 而这部剧作为聊斋和灵魂百度的结合体 仍要共存万物共生的利益 已让粉丝表示十分期待 也难怪能够多被央视点名表扬多次 而除了剧情以外 此次要与任佳伦搭档的女主人选 也引起了粉丝的密切关注 谁说任佳伦和宋祖儿毫无CP感 其实在《无忧度》刚开拍时 原定女主的人选并非宋祖儿 而是李一彤 毕竟同样作为人妖主题的电视剧 早在《半妖青城》中 李一彤的出色表现 便已经为自己圈了不少粉 加上此次《无忧度》原著小说 之前曾跟李一彤有过合作 这才导致在此次改拍影视之时 作者首先想到的便是李一彤 就连某平台的演员表都已经写明 但尽管如此 此说法仍是不了了之 有消息称是由于原著中的女主 是20岁左右的小女孩形象 虽然李一彤演技在线 但她以往的角色 都是一些成熟女性的角色 因此让剧组有了迟疑 而李一彤方面也表示 档期比较紧张 因此导演只能另寻出路 寻人无果的她 只能找上自己的老熟人杨幂 毕竟杨幂在圈中的人脉可是不一般 很快杨幂并为她推荐了宋祖儿 宋祖儿作为童星出身的小花 少女感一定是没得说 加上此前在乔家的儿女中的表现 也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但也有粉丝认为 宋祖儿与任佳伦的搭档 很难想象到二人同框的画面 但其实单看这部剧的制作团队 就知道这根本不是问题 如果不是任佳伦来出演男主 还镇压不住这么强大的制作团队 毕竟无忧度的导演 可是称其古偶半边天的林玉芬 要知道三生三世以及花千古 等多部大爆剧都是出自她手 而另一位梁胜泉 也曾拍摄出了仙剑系列 以及天爱飞仙等许多经典 这二人搭档起来还不得杀疯了 而作为悬疑剧 装造特效也肯定是少不了 但此剧的造型指导 却也是大有来透 曾感染秀春高的造型指导 凭借在其中的出色发挥 还荣获了第51届金马奖最佳造型奖 而提起美术指导金阳的代表作 就不得不提到他所指导的长安十二时辰 在这部剧中的特效场景 可谓是如画一般 但除了这些 这部剧作为书改剧 编剧的人选也格外重要 而最初的编剧班底 却是妥妥的日本班底 这也遭到了一众网友的抵制 之后剧方只能无奈换人 但换上来的肖香冬儿 却也令人不顺满意 楚桥传以及陈希传便是出自她手 虽陈希传作为原创剧本很是优秀 但楚桥传却是有助抄袭的嫌疑 这样的争议也是难化了粉丝 但毕竟有强大的制作团队作证 相信这部剧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